接著就是一些簡單小練習 我們說碳酸鈣加西銀酸的反應 請問你有什麼辦法可以降低反應的速率 讓它變慢 那就是什麼改變面積、改變濃度、改變溫度 然後模式就可以增加表面積,可以變快 加熱也可以讓它變快 所以模式跟加熱都是變快的 如果你單純的增加碳酸鈣的量 我們的說法是感覺不出明顯的影響 如果有,也是表面積變大會變快 所以加水溪就降低濃度 濃度比較小,反應會比較慢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B 停車戰界問這裡誰反應最快 這裡是考的叫做濃度 但是它不是給濃度 它給的叫做PH值 理論上是氫離子濃度大,反應會比較快 但它給的是PH值 怎樣才會氫離子濃度比較大呢? 來,我們這位叫帥哥 帥哥 帥哥叫做25 25 你答案選A 請坐下 答案A PH值越小 氣氫濃度越大 反應就會越快 這是考PH值的觀念 然後配合我們的反應速率 OK 好,這裡面就這個 這是有加水的 通常這個有加水的題目是 加完水之後體積一樣 加完水之後體積一樣 那就是看前面沒有加水之前 誰的木耳比較多 誰就會比較濃 誰會比較濃 那這裡只給兩根 那有人會給三根四根去比 但意思都一樣 這是有加水稀釋的 有加水稀釋的 OK 那請問你這個應該是瓦椎 應該是瓦椎 OK 可愛大美女 美女叫做 13號 13 13 13 A 請坐 A 一個5加10是15 一個2加13是15 所以最後體積都一樣 所以只要改原來的 墨爾數誰比較多 就是墨爾濃度乘體積 那我們也不用換公升了 甲氏2乘5是10 乙氏3乘2是6 所以甲原來的墨爾比較多 所以最後 C氏丸的濃度會比較大 所以它的反應就會比較快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A OK 請問你有關於反應速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就把反應速率的觀念問一遍 問一遍 OK 充蛋保鮮是因為蛋的活性低 本性的問題 本性活性小所以反應慢 敲稅是增加表面積 然後所以反應會變快 夏天溫度高 反應會變快 所以容易會腐敗 雙氧水分解加二氧化蒙 是當催化劑用 它不是反應物 所以選項諸錯 所以答案就選諸 停車戰界問 請問你哪一個方法可以增加反應速率 它寫了三個 一個是溫度改變提高 一個是濃度改變 一個濃度改變 一個濃度改變 一個是 把 二氧化蒙變成塊狀變成粉狀 啊 誰會讓我反應變快 誰會讓我反應變快 我們要找一位可愛大帥哥 他好像睡著了 二六 二六是不是睡著了 蛤 對 二六睡著了 那我們就換一位 三十 三十 A A 我們答案都A 答案呢A A A 增加溫度可以增加反應速率 濃度變大可以增加反應速率 磨碎增加表面積可以增加反應速率 我們講過催化劑是有參加化學反應的 所以 讓它的粉狀呢可以增加反應速率 OK 來請問 請問人家再加反應速率 這裡有一個問題說 誰可以增加氧氣的量 它不是變快喔 它是最後的量要變多喔 那誰會讓量變多咧 誰可以讓量變多咧 啊 它不是變快喔 是最後產生的量要增加喔 問的問題不一樣喔 可愛小女生叫十二號 朱儀請坐下 二氧化猛是催化劑 能改變反應速率不能改變化學平衡 所以不能夠增加產量 增加溫度也只是讓反應變快 也不會增加產量 你必須是雙氧水變多 才會增加產量 所以只有以改用5%的雙氧水 才可以增加產量 這就是我們做的一些簡單小練習